这个视频里呢 我们能看到一个巨大的东西在山顶上 似乎还会像人一样行走 这个视频是一个加拿大小伙 在杰斯普尔镇附近拍到的 这个小伙呢 可能拍到了一个巨人行走于山顶的视频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这个加拿大小伙 因为这个视频的奇遇 大家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up主 旁边是新闻评论员小鑫 安德鲁道森是这个视频的拍摄者 平时的这个小伙 安德鲁比较喜欢制作一些简单的聊天视频来取乐 和大多数人一样 他的视频虽然做得很用心 但是在ttop上几乎没有超过500次播放的 我们还是能超过的 超过500次 但是他继续以此为乐 并且持之以恒的制作 然而今年4月份 一切都改变了 4月10号这天安德鲁和他的同事开车去加拿大阿尔伯塔省惠斯勒山附近工作 安德鲁斯在山顶上看到了这个惊人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看他拍到的第一个视频 这是他刚刚开始出差 你看他拍到 这个雪山怪人一样 对雪怪差不多 但是你看看这个山和他的那个比例 这个山有多高 这个山可能有1000多米 我觉得至少有20米 我记得 看这一个Gofro我太慌了 如果造假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这个造假成本特别高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神秘的人形巨物在山顶上移动 对吧 这个生物绝对是非常大的 这个能看出来 根据这个视频拍摄的距离 还有山和这个东西的比例 我觉得这个东西至少有20米高 至少有20米高 对 要不然人走在上面肯定是一个小点点 它看不出人形 而且这个东西 我们仔细看的时候 能发现它好像是双足在行走的 这段视频 传到tiktok上后立即就走红了 浏览量已经超过300万了 并且被分享到了各种博客 Facebook YouTuber上面 很多人就抱怨 跟你刚才抱怨的一样 这个视频质量太差了 这个太陡了 想看清楚实在太难了 安德鲁也解释了 这个视频是在一辆行驶的汽车上 用手机拍摄的 所以抖动很大 很正常 而且很远 推了很远 所以说不稳 对 我关心的是 它用的是什么手机 有的人责任我 这个东西 不过就是一棵树 或者是一棵信号台而已 尽管如此 安德鲁还是觉得 我有必要再次寻找这个生物 并且以更高的质量 再次记录它 于是他就出发找一个更好的地点 备好了更好的设备去拍 同时他想证明给大家说 这个东西不是一棵树 也不是一个信号台 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二第三段视频 我把这个机器使用来 做一个软枪 去保持它稍微保持它 给大家看 而且它还没有在里面 对 那是昨天 我说了一些地方 我说了一些地方 然后它来说 我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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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保持它稍微保持它 你知道 你知道它是稍微保持它稍微保持它 在上方 All the way 视频里面很明显 那个巨大的东西不见了 所以肯定不是一棵树或者一个信号站 安德鲁拍摄视频过程中 他在他的评论里面还说到 他询问了单地人 单地人显然是不知道这个神秘生物的 但是 Jasper正的人也告诉安德鲁 他们也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只是一直没有引起关注而已 并且还给一无所获的安德鲁 指了一条能够更加接近山顶的道路 于是安德鲁沿着单地人给他指示的路 开始删删了 他决心很大 想要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录制视频 但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安德鲁被政府官员拦下来了 他们告诉他 由于一些环境问题 道路被封锁了 于是就有了第三段视频 我也要找到正常的路子 我发现了 我知道他没有人过去 但我去到处了 我正在这里 我发现了 因为他在车里辞了 因为他停止了 他车里辞了 他们说是什么 地区的问题 有问题 我应该知道 他在车里辞了 他在车里辞了 他不接受了 我应该认识了 但我发现了 如果他会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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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因为我只能看到今天一张我刚才发现了一张 但我还没有任何东西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路上离开了 我不知道 他告诉他一些他不是很明白 然后他准备明天再去 如果不在的话我还是过去拍的 对对对 然后他也不是明白为了那条路会被封锁 说的是里面有环境问题 大概这意思 这让安德鲁很纳闷 也很想不通就是 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个公共区域 那个地方就是一片自然的山林 里面几乎就没有人居住 怎么会就有环境问题呢 谁就知道 对 就有人猜测说安德鲁这个Ttok 浏览了已经太高了 指数级增长 这个故事吸引了很多很多人 政府也引起了重视 但是呢越来越起劲的安德鲁 就像刚才那个视频里面说到的 他也不会放戏 他起劲到什么程度 后来的这几天啊 他经常五点钟就起船 穿音乐这片区域啊 就试图再拍摄到一些东西 结果是安德鲁没有再拍摄到剧 却拍摄到了更奇怪的东西 还有更奇怪的 我们来看第四段视频 这还在山下啊 这个是在天空上吗 对 这不就是跟我们现在国内的董椰 经常进行目睹那种奇怪的天象一样 啊 安德鲁自己也没有办法解释 他到底在这个山上拍到的这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他自己相信这两道观是和那个巨大的东西有关系的 尽管他视频的很多观众都不太相信他这个说法 有的人说啊 他拍到的是一架背对着现机往前飞的飞机 他为什么会这么亮呢 第一个是有云层拉出了就是飞机拉线了知道 有的人则说啊 这是某种地质活动造成的 还有的人说 这就是阳光反射造成的自然现象啊 尽管他的视频观众里面有的人不相信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支持他的 有的人说啊 这个是一个跨次元的传送门打开的征兆 那巨人呢是从这个传送门里面出来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艘运送东西的外星飞船 他那天拍到那个东西可能就是外星飞船 第二天 也就是在他拍到这个奇怪现象的第二天 他沿着同样的山路就在山顶旁边往前走 安德鲁记录到了两架直升飞机 在他最初拍摄到巨人的这个地方 好像要把什么东西特别大的东西搬运出去 你看这是个直升飞机 这边还有个直升飞机 掉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直升飞机其实也掉这个什么东西 只是被树林遮住了 你看这个 那这个沿着路走就感觉有点太太 这好多人看得见啊 对 这也就是这个视频的疑点之一啊 安德鲁其实在视频中说啊 他认为直升飞机正在从山上带走什么东西 而且呢他认为第一次在山上拍摄到的视频啊 可能真的是引起了政府的巨大的关注了 就是政府官员们正在在更多的人知晓这件事情之前采取了行动 捕获了巨人 这两架直升飞机呢 其实就是来带走巨人尸体的 这件事情听起来就和2002年坎德哈特巨人的故事非常相似吧 2002年美国攻击阿富汗 根据美国官员泄露的报告啊 美国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面遇到了一个四米高的巨人 巨人一头红发 美只手上有六根手指还有两排牙齿 他们非常好动 在被杀之前啊还杀死了好几个美军士兵 在巨人被杀之后啊 一架大型的织奴干直升飞机被派完事发地点 并将他的遗体运送回了一处秘密的军事基地里面 安德鲁就认为 这两架直升飞机其实就是来运走巨人尸体的 为什么是两架啊 其中一架直升飞机运送的东西用反水部包裹住 但其实呢是用来做掩人耳目的东西的 第二架直升飞机它吊的东西一直掩藏在树木的背后 其实才是真正的那个巨人的尸体 但是加拿大在山区里面生活惯了的人认为不是这样的 他们认为这两架直升飞机其实是用来对树木进行处理的 这种直升飞机下面吊的不是什么巨人 其实是一个吊具 第一架呢其实只是执行完了第一个任务 可能往这边飞 第二架呢正在执行任务 正在去割那个树木的茂盛部分 所以你看着它就在那个树木上面 好像故意要把它掉的东西隐藏起来一样 这么解释也是解释的 也是解释的通感是吧 但是之后有些事情变得奇怪了 一天晚上当安德鲁试图爬到更高的山上的时候 他又遇见了政府官员 这一次他记录下来了 他已经转移了 他已经转移了 所以他们又问任何这种问题 或者说是质疑他们 为什么要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的这种问题 事情呢开始变得有点可怕 因为安德鲁觉得在整个视频 就是在巨人的视频走红以后 他就被监视了 就好像有人想确认安德鲁 不会深入知道更多东西 展示给我们这些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看到更多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为了这些证明安德鲁被监视了 有一天晚上 安德鲁甚至录下了一段视频 有人站在他家门口 不停地监视他 我们来看他录不过 我觉得是很美的 安德鲁自己和他的粉丝都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担心自己的安全了 包括安德鲁更担心了 就在这个故事 渐入高潮的时候 安德鲁擅传了一段视频 他在视频中 承认了他一切都是编造的 只是为了博取流量 但是我们先来看这段视频 所以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我本来想要更新的消息 我本来说 我本来说 我本来想要稍后 我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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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现在 那些人 所有东西 我本来说 都很自信 只会 只是 你觉得他这个是他自发的还是有被迫的感觉 对 有点无奈 我很容易好像要红了 或者我要接近真相了 突然被强迫了 你看他的肢体语言和他之前拍到的视频 就包括之前也有他自己说话的视频 有点不同 他之前拍到的所有视频 都是自己拿着手机拍自己 这一次是很正式的 手机架到前面 对吧 然后这种 你看我这个子铁 对吧 他似乎是被迫做出这种坦白的 而且你在视频里面有注意到吗 他的眼睛一直在瞟一个方向 他的肩膀也整个是这样怂的 看起来是有点害怕的感觉 跟他之前录制视频的状态是完全不同 对 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他说的不是真话 对 然后呢 有一点语气当中有一点无不一定的阶级阶线 因为他上不上不去 对 就是因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 你想想如果我要编一个故事 我肯定会把它编下去 然后作为 就是西方的话 你其实他听到方向那个迟都还讲不上 对对对对 他自己造的这种故事 其实他没有官方会管你 是 他如果我要编我肯定要编下去 对 编的对而且就是我已经编到这了我应该很高兴的告诉大家不好意思各位我耍了你们对吧或者说他的神态应该 要么是得逞了对要么是得逞了要么就是除非真的被人训斥了被他亲近的人训斥了他很愧疚的感觉 对 在这条视频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于巨人的视频出现了我们呢可能也永远没有办法弄清楚这个东西是安德鲁策划的还是安德鲁真的拍到了一个神秘生物但是被威胁 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那个珊珊记录到的巨大物体啊这段视频是没有经过剪辑到我们可以看出来 第二个是安德鲁也不可能把这么大一个雕线扔到珊珊或者他真的是用了什么特效我们看不出来吧 之后啊在他的视频下面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人的评论 这个评论里面可精彩啊很多人表示啊他们看到了类似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在安德鲁视频下面评论啊他在墨西哥的一座山上就看到了一个像人一样一种的巨人 说是和安德鲁拍到的非常像像 还有一个人说啊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山人顶上看到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巨人 没有都没有评论很简单的就这么几句话而已是不是有真的可能啊 曾经出现在各种古代典籍中技术过的巨人是真正存在的 他们一直活到了今天只是藏在了一些最荒凉最边远的沙漠冰封的山顶我们很偶尔能看见的 所以说上眼睛是一个计时文学 我们来看安德鲁5月17号发布的相关的最后一条视频 到底是真是假 就由各位看完视频以后自己来评论 他说的大概意思呢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再看不到我更新了 我的那个视频不是假的 第一个视频就是假的 对或者是什么 他指的是澄清那个视频不是假的 还是说是他的居然的视频不是假的呢 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